這次叫藍光筆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沒有葉黃素的眼睛藍光筆照過去之後明顯很大一點 再來看第二個低氣量的葉黃素藍光筆照過去之後明顯變得比較小再來看最後一個高氣量的葉黃素藍光筆是直接沒有辦法穿透被擋住和吸收掉的 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是我們的眼睛我們的眼睛看左邊接下來的口面圖藍光從外面這個